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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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对未来经济 新加坡有何优势 迎接挑战 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一般我都鼓励他们 30岁以前出国传业厂 鸿河 你疯了 这么好的工作 就放弃 就走出品囊界 不管是在食品方面 在精密工程方面 我们都有我们的优势 要有一个应变 被变 和一个以食俱进的心态 时事讲堂之看见未来 锁定早报.sg